并得到了当地军民承认的政府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一些余部 也都归顺了南明政府 共同对清军作战 甚至国际上也是承认南明政府的 因为当时的仙罗 琉球 日本 都奉南明为中华征硕 澳门葡萄牙当局 还在永历四年发兵三百人 携大炮树门驻战 帮助收复了不少师弟 在大陆沦陷后 郑成功在台湾奉永历地指派的 朱树贵为监国 使用永历年号 由于明政府还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所以并不是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 而是一个正式的国家 只不过呢 其实际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 1683年 大汉监施朗指挥清军攻占台湾 朱树贵自杀殉国 明朝才算是真正的灭亡 南明政府其实在南方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以反清